好 那么之前有很多大学生出国打工旅游 现在出现了个新名词叫撞游教学 透过政府的计划呢可以出国当实习老师 如果以后真的出国教书的话 那么欧美国家起薪7到12万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出国撞游去 教德国的小朋友画太极图 穿插中英文教学上课的老师黄皮肤黑头发 他们是台湾的大学生 不只教小朋友还可以教大学生中文 台上上课的老师叫离心词 台师大大肆应用华语系的学生 出国实习可以看见不一样的文化 其实法国的学生不是这样子 他们其实跟我们很像 他们教语言的方法是跟我们学的一样 是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 不是那种很活泼的 上课其实是有点死板的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撞游教学 透过政府的计划和赞助 让台湾的学生出国 学中文神跟当地的文化 如果未来出国教书 欧洲美国薪水大概7到12万 东南亚最低也有2万多 可以一边教学一边旅行 还能够学英文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开口讲 不然学生都是乱糟糟的 然后就只有你在那边 就你要主导那个现场 我不认为出国赚钱是应该是首要目的 我觉得是你是要去学经验 然后借了这机会去看世界 出国打工可以靠劳力 也可以靠脑力 这群学生还有考上征兆的华语老师 都带着专才出国教学壮流去 总体新闻林一清张一华台北报道